在冰火 在冰火 大哥 大姐们 今天插腰 我凌妹妹一马当先了 你们累不累啊 能不累吗 我的腰都要断掉了 累不累 想想革命老前辈 白米饭好吃甜难重啊 苦啊 苦不苦 想想红军长征二万五 满山龙鹿桥树庄 阿八个女儿庄星 五黄山龙鹿 最后一张多张猪鹿 明天就发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救命啊 别让人来 坏了 出事了 怎么了 小峰 怎么了 怎么了 小妹 什么东西 完了 嘴太是肿了 再赶快採取措施 不然毒液该随时血液往上流了 得赶快用嘴 把毒液吸出来 要不然毒液进了肚子里 就没得救了 人工呼吸我会 兄弟我来啊 我来 你快 你快来 来 这儿 快快快 快把这毒液吸出来 跟人工呼吸啊 听见的 快快快吸 毒液 快啊 但是你一定得注意 毒液要进到你的肚子里 你也会中毒的 快吸吧 来啊 快吸啊 快吸快吸 快吸 快吸吸啊 快点啊 你直接把我找出来 我来 我来 阿强 快 把嘴收干净 来 宋玥 来 来 我来 来 那我们去通知他们 好 大家你们小心啊 好 小心啊 我跟大家一块去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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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上小心 慢点 大家 慢点 小心 慢点 快 阿强哥 过来 过一会儿吧 过 好 走 走 快 快快快 带我带我 别再动 大夫 大夫 快快快快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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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儿 快看过我们这儿 炒什么炒什么 什么了不起重病啊 死不了人的 看一看看一看 病人叫什么名字啊 什么成分 哪个大队的 朱小芳 销店湖村的 挺浓 那你叫什么名字 和病人什么关系啊 他病了你问我干什么呀 他叫宋大江 是来农村插堆落户的 跟他是那个接级兄弟姐妹关系 病人得的什么病啊 那被毒舌咬了 毒舌咬了 怎么被毒舌咬了 在地里干活的时候被咬的 是 这么重的病 你们怎么还送公社卫生院呢 那送哪儿啊 对啊 我 我就一实习的 这病我治不了 那医生呢 医生都去哪儿了 医生都在楼上政治学习呢 你开什么玩笑 大白天的医生不开病 学什么习啊 你这么说 可是有严重政治问题啊 什么政治问题啊 你要再乱扣帽子 小心我代表评价中 能揍你吗 你要看病啊 到底下门诊室 我们这儿正政治学习呢 请出去 史诗院长 找我 什么事啊 我们公社一个社员 他病了 那你跑这里干什么 赶紧把病人 送到卫生院来啊 来了 在急电室呢 下面有医生 赶紧治疗呗 弟兄是个实际生 他治不了吗 他什么病啊 有那么严重吗 他被蛇咬了 已经过去两个小时了 人现在昏迷了 这种蛇叫副蛇 也叫七步倒 毒性很强 这姑娘真是命大啊 是啊 多亏他们处理得当 大部分毒液被吸出 伤口也扎得很紧 否则性命难保啊 谢谢啊 医生 谢谢 谢谢 小方 谢谢你们救命之恩啊 不用谢 你没事我们就放心了 不用客气 人在哪儿呢 人怎么样 小方 你可想死去 那个急死修理我了 急死我们大家了 怎么样 现在情况到底怎么样 医生说了 幸亏事先啊 把大部分毒液都吸出来了 要不然啊 会有生命危险的 真是谢谢你啊 不用谢 不用谢 是 是你啊 这个 其实我们 谁碰到这个情况 都会这么做的 救一大哥 人家不顾性命安危 救了我的命 你怎么还说这种话呢 你 你误会了 其实 主要 你们吵什么呢 病人现在身体很虚弱 需要休息 你们赶快走吧 好 谢谢你们啊 谢谢你们来看我 那 那你好好 谢谢你们 小方 您先好好休息 那个 咱们贫下中冬 跟知识新年 咱们信恋新了 小心烫着 来来来来 等一下 等一下 等人齐来再吃 还谁没来啊 看来肚子都要唱空门记 小梦 你别老说话啊啦啊啦的 这都下乡几年了 你还改不了 听起来怪别扭的 杨组长 农就不要管了好吧 啊啦从小在上海外婆家长大 一时间改得了嘛 说谁啊 这缺小大饼吧 小大饼 你说孙大江啊 就是 这小大饼怎么还没来啊 我说你们别小大饼 小大饼的叫 你们叫我大牛也就算了 你叫这小大饼多不礼貌啊 这窃子 他自己跟我说的 说他爸是在大饼店里做大饼的 咱们叫他这小大饼 这好记嘛 那也得证明 这就败了 我爸就是做大饼的 我爸叫大饼 他儿子我就得叫小大饼 怎么了 我妈妈得我现在做大饼呢 比正公分强多了 杨组长 人齐了 开饭 可以吃了吗 开饭 开饭 开饭给我吧你吃 你看你看 吃什么饭呀 应该说是喝粥 而且是稀的浪打浪的菜粥 能吃得饱人吗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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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死大牛 你把厚的都捞走了 其他还会猪汤啊 不是我 人大牛哥天哪干多少活啊 让人多吃一口怎么了 就是 还是灵芋说的 我干的还拖呢我 我干的拖呢 喂 是 你们不把我当成黑漆类的资女 我已经写天写地了 看来你的父亲还没有一定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在这里的语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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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行 先来先吃饭吧 吃完饭之后咱们学习一下 然后听连锦讲故事 同意的 局长 好 通过 我说你怎么知道那么多故事 我从小就在我顾定 那脾奖探上听他故事讲大 大爷你就是小皮匠喽 皮匠怎么了 皮匠也是卫生病服务 有什么不好的 就是啊 你是小皮匠 我是小大饼 同志 小大饼同志 同志们 我看出来了 在咱们这个小团体里面 一个小大饼 一个小皮匠 他们结盟了 你别扯淡 赶紧吃饭 三叔 你不该说话的时候 不要乱说话 那个 还有大江同志 你也别老扯淡扯淡的 说这些粗话 扯淡是粗话吗 是 扯 扯淡挺好听的 多随 随意啊这 对 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 咱们那个大江同志 小大饼 小大饼这祖上是北京人 八岁的时候 跟随父亲到了东屋 然后呢 他父亲 经常把扯淡挂在嘴边上 就是口头语 后来小大饼也学会了 扯淡多好听啊 是不他讲扯淡 你看 没错 扯淡 你也别扯淡 赶紧吃饭 扯淡 你要再话多我揍你 那上海滩巴拉利一看 不是马永贞的对手 就冲着楼下大喊来人 登登登登登 一阵脚步伸 上来五六个标形大汉 这马永贞 遇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今天睡觉 谁呀 咱们鼓劲一干吗 再讲两句 小皮匠这个态度对抖 咱们现在是在农村 实在闲得没事干了 咱们才来听听他讲故事 给他蓬蓬场嘛 对不啦 你真放在城里边 就这种皮匠摊听来的故事 请咱们听 兄弟我不一定有空 对不对 来 咱们鼓励鼓励 说说说 来 鼓励鼓励鼓励 就说两段 吊三帅 我告诉你 今天你就是想听 我小皮匠也不伺候了 说了 身权 不是不是 严谨 严谨 这么有不了的 严谨 说了就不假了 严谨 快快快快 还有点 还有一个 不行不行 不行 不要 走起来 不要 来人了 大家 来人来人 找你的 别走别走 快 伸脚伸脚 快 大家来了 快 大家来了 大家来了 大家 屁你的 快点接啊 其实第一个救你是 三 三双 三双 林妹妹都已经告诉我了 那天第一个扑上来救我的 是雕大哥不假 可真的把我吸腿伤蛇毒的是你 你还托我上医院呢 送大江 都都请你 快切吧 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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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好好好 来给我安静一下啊 我 我来说两句啊 亲爱的 革命的知识青年同志们 我们是阶级兄弟 这个阶级兄弟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打断骨头和连着筋的意思 现在 我代表 朱小芳妇女 代表大队党支部 以及全体社员们 像宋大江 林小妹 还有大牛 不不不 钟宝强 以及全体知青 表示感谢 好 好 你们这种敬意勇为的行为 不但救了朱小芳 还改变了部分社员 对你们的偏见 你们是 毛主席的好青年 欢迎你们 在同理小店湖 永远扎根下去 好 好 好 什么 扎根 还永远扎根 这种感激方式 可是有一年点吃不消的啊 我说你们贫下中农 就不要让阿拉之求永远了好吗 如果真的想帮忙 就让我们早点回城去 是啊 是啊 我说错了吗 好了好了 我们大家伙还是应该 感谢大队党支付 和乡亲们的鼓励 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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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把那感谢信啊 贴在你房头 拿唾沫星子贴 日也看 夜也看 睡觉的暖子 鼓掌 一边请啊 少到时了 鼓掌 rial 舍 因为 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别这么看着我好了 我偷点好点的东西好不好 我偷你这又铺又旧的衣服 大江说你偷了吗 说你偷了吗 去查一下 什么叫心虚呢 谁把房间收拾那么干净了 大江 你们收拾的 不是我 没说你 真爱你 咱们执亲店来了田楼姑娘了 坦白交代 谁叫他怀孕了 小大饼 说不定真是小皮匠说的 就是那个田楼姑娘 把你衣服拿回去洗洗缝缝了 静扯 行了行了 都别想弄非非的了 说不定就是哪个阿婆来帮的忙 我觉得你们都不要瞎猜 我敢肯定 做这件事情的那个人的名字叫做 朱小芳 对啊 就是小芳 肯定是小芳 我怎么没想到呢 朱小芳 好不辣 朱小芳同志 别小芳小芳的叫得那么肉麻 三水 我说大家都叫你三水三水不挺好的吗 没觉得肉麻呀 男女有别 你比方说陈月清同志 咱们叫她陈月清 只有周彬彬可以叫她 月清 三水这话说的有道理啊 不过我觉得还可以再肉麻一点 就叫一个字 清 这 你们可这时候可千万不能下开玩笑 清 我最多平时也就是管她叫一声月清嘛 这个真的不能想到开玩笑啊 真有意思啊 这个平时我们都管张曼玉叫张曼玉是吧 只有孙连杰可以叫她曼玉对不对 他叫起来就一个字 他叫起来就一个字 你太过分了 刁三水 不要刚夸你一句你就皮痒痒 我对于张曼玉我一直是直呼其名 就叫张曼玉 有时候还要多加两个字 有时候还要多加两个字 叫张曼玉同志 你看这房间是不是这么干净 这衣服呢也给洗了 我看这朱晓芳是对你打讲了有意思 这扯淡 什么有意思没意思的 就算这房子是朱晓芳给整理了 但也是对大家表示感谢 因为救她的不是我一个人 不是还有你还有灵小妹吗 是 还有我呢那天 小大饼 说句真一话 那天要不是你把我踹开 其实就朱晓芳 就就朱晓芳的一个人兄弟我 哦哦哦 他也不支持 自己的衣服都忘记拿了 一堆臭男人静在背后讨论女人 没有 没有啊 一堆臭男人 真臭 我跟你说 张曼玉 你别老兄弟我兄弟我的 特别像救助会帮会的称呼 不 现在时髦的说法就是 阶级兄弟 革命姐妹 我只不过是省略了阶级两个字 对不 这有什么问题吗 怎么了 吹毛求屁 对 对 对 求个就是屁 求的就是屁 吹毛求屁 刺 刺 刺 行行行行 屁 屁 屁 都是屁 行行行 好好好 屁 大牛哥 小 小冯 吓我一跳 你怎么突然叫一声啊 你胆也太小了吧 叫你一下名字就吓死了 不是 我跟你说 人吓人吓死人呐 你就算吓不死也吓个半死 你 你找我有事啊 你帮我把宋大江叫出来一下好吗 找宋大江你自己去找去啊 你就帮我叫一下吧 不好意思是吧 行 我跟你叫去 好 我见那了 没来 你们ienne 说 不好意思 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实话 小芳这姑娘啊 确实是挺好的 太小了 只有十八岁啊 又不是让你马上跟她结婚 你们可以先谈恋爱嘛 你们什么意思啊 你真打算让我一辈子扎根广国天地当农民啊 大家 以后要是能回城的话 你把她一块带回家不就是了 那个家 她能进得了门吗 冰冰 你帮我出出主意 有什么办法能 既不跟她谈恋爱 又别伤着人家 以我的经验啊 这个女人啊 她最痴心 她要是看上你 你又不要她 她非死在你面前不行 大妞 你别瞎说 没那么吓人 你要真的不想和她好 我倒是有个办法 你只要躲着她就是了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骂 时间是冲淡一切最好的良药 这算什么好办法 躲有用啊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大江 你好好想想啊 小芳她那么漂亮 你可别将来后悔啊 这扯蛋 我压根也没想跟她谈恋爱 我后悔什么 你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坚决不行 坚决不行 大江哥 你要是真不要 你把她介绍给我怎么样 你说什么呢 你这叫趁虚而入你知道吗 什么叫趁虚而入 都自家兄弟 肥水不流外人田吗 我 没问题 你看你看 大江都说没问题 大江这儿没问题的 可是我还有点不太自信 万一小芳她不喜欢我怎么办 我觉得这可以试一试 咱们来分析一下 你说 朱小芳她为什么会去主动找大江 其他原因我不敢肯定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那是因为大江救了她的命 小芳呢 对大江有感恩之心 但是在救小芳的这件事情上 大牛也是出了很大力气的 对不对 对 一直是大牛背着小芳呢 那接下来的首要任务 就是要让小芳知道 在救她的这件事情上 你大牛也是劳苦功高的 不不不 劳苦功高谈不上 但是我确实 当时背得比大江的时间长一点 真是事实 行了 不说那么多了 说干就干 走 我有点紧张 我这心砰砰跳 我去 行不行 对了 别紧 别紧 走了 好 行 我去 我说 你快点了 我去 我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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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真的 小芳 你还真去啊 小芳 我没骗你 大家真是这么说的 小芳 你怎么又替我们洗衣服了 洗了这么多衣服 累不累 来来来过来歇歇 不要再说 不要再说 干什么动手动脚这儿没你事 赶紧歇着去 宋大姜呢 宋大姜 宋大姜在 大姜 你回来了 小芳 小芳 你出来一下 我找你有事 小芳 我刚才去河边管 谁让你帮我蒸水 你怎么把你带回到这儿来干嘛呀 小芳 芳 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 是你派大牛来找我的 这个大牛你胡说八道 我怎么 我什么时候派他去找你了 其实是大牛 那个 你别说这么多了 你有什么话 现在就可以告诉我 你让我怎么说呢 怎么说都行 只要不说假话 行 那我就实话实说 我觉得吧 你年龄太小 还不到 谈婚论嫁的年龄 不小了 我妈十八已经生下我了 再说婚姻法都规定了 结婚年龄男二十女十八 那是什么年代呀 婚姻法是规定了 但十八岁是最低结婚年龄 我是大跃进年代生的 你说什么年代 不说暗恶的旧社会吧 我没说旧社会 那你告诉我 你干嘛把大牛跟我扯在一起啊 我感觉你 你是要找对象对吧 我是要找对象啊 可我想找的是你 要是不喜欢我 直接告诉我就行了 干嘛把大牛推出来 你看 大牛 怎么 他找我 让我 宋太江 我问你 你那天冒着生命危险救我 是为什么 没有什么为什么 就是救你啊 你自己也会有危险的 你知道吗 我没想那么多 冒着生命危险救人 就是一种爱的表现 你知道吗 好好好 那那就算爱吧 你承认了啊 我喜欢的就是你这种 不顾自己生命 安慰救人的高尚品德 那天在医院还委屈你了 我以为是叼三顺救的我呢 结果你也不在乎 我没有做什么解释 后来还是小妹 把一切都告诉我了我 你知道吗 当时知道这个情况以后 我感动得就大哭了一场呢 你别那么激动 这种爱它是人类的不爱 是大爱 你救我的时候想的是全人类 我怎么会想全人类呢 我就是想着救你嘛 小芳啊 这种爱 不是那种爱 不管哪种爱我都喜欢 真没想到 朱小芳她这么稚气 大蒋 你是不是对付不了的 光天画也朗朗乾坤 你们在这鬼鬼祟祟的 干吗呢 关你什么事 杨姆泽 对不起 小芳 冰冰 听说朱小芳跟小大饼谈恋爱 是小大饼主动宣布说要退出的 这说明小大饼还有一定的自知之明 你转告她啊 接下来由兄弟我来追 一个农村小姑娘 兄弟我信手沾来 三顺 这可是两项情愿的事情 来不得半点勉强的 舒呆呆知道什么勉强不勉强 瞧你的瓜不甜 这个道理谁不晓得 我不懂 不用你多说啊 说什么啊 我告诉你 刘三顺 就你这德行还惦记朱小芳呢 就是大江不和小芳出对象 也轮不到你 你要是敢胡来 别怪我大牛不客气 大牛收起你土豪恶霸那一套 兄弟我根正苗红魂不怕 小芳未嫁我未娶 干嘛我不能追他 干嘛我不能追他 我告诉你们俩 我是看在我们是同一批知青的面上 我来跟你们打个招呼 否则的话 老子现在早就跟我们家小芳抱儿子了 说什么呢你啊 他长本事了 信不信我打得他满地找呀 让他吹牛吧 咱们找大江去 别理他啊 走 我是外包的小行家 调大哥 这么早啊 你干嘛去啊 我也是正好从这儿经过 真巧啊 小芳 我有些心里话想跟你说 说吧 我晓得你是一个知人图报的人 那宋大江救了你 所以你心里特别感激他 还想跟他谈朋友 是这样的 我出于关心你啊 我想跟你说句实话 宋大江这个人眼界高得很嘞 他不是拒绝你了吧 后来他跟我们怎么说 他说他心里面 看不起你这种土里土气的农村姑娘 所以以后 你就不用抛面眼给瞎子看了 他当初冒着生命危险 吸我腿上的蛇毒 他如果看不起我会这么做吗 他是为了出风头 表现他自己 我当时没招事没惹谁 我老实巴交的 我刚刚要吸你腿上毒 他上了一脚把我踹到旁边去 就为了抢工吗 你说他把我踹到旁边 野蛮不野蛮 野蛮不野蛮 是这样的吗 当然是这样的 当时县城好多人都看见了 另外我告诉你啊 他的出身也有问题 这话怎么讲 他的父亲是个做大饼的 你想想看 一个做大饼的儿子 那肯定野蛮 他怎么可能有教养 我们都不叫他宋大江 我们都叫他小饼 小大饼 小大饼 这个名字挺好玩的 小方 兄弟我就不一样了 我的父亲 是百货商店做办公室的 会计 会计就了不起了 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那我父亲斯文 水平又高 我作为他的儿子 我的水平也低不了 不瞒你说 追我的女孩子也不熟 那刁大哥 心里喜欢的姑娘也有了吧 这个你也晓得了 真的有了 是你们知心点的 还是哪个村的 小点湖村的 我们村的 谁啊 小方 这个人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他就是你啊 我的心里只有你 我 我真的 特别喜欢你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我最讨厌毛手毛脚的男人 我是因为喜欢你 才毛手毛脚的 那我以后改还不成吗 小太平 刚才我去锻炼锻炼身体 你还锻炼身体呢 你变勤快了嘛 你猜猜 我刚才碰到谁了 你碰到仙女了 你怎么知道 我刚才碰到小方了 他都跟我说了什么 你要知道吗 我不要知道 不是 他刚才跟我说 他帮你洗衣服缝衣服 其实只是为了报答你 在他心目当中呢 他一直最喜欢的 是像我这儿啊 比较潇洒 又能够体贴女同志的男子汉 三春 你可别说 像你这么潇洒 这么会体贴女同志的男子汉 我要是女孩 三春 你还真挺会追女孩的 有本事 还行吧 干什么你 自己在小方面前碰了臂 妒忌了 刘三春啊 你这么说话 你不觉得可笑吗 你看看你自己 就你这副模样 看多了都不想吃饭 想吐 小方能看上你 你 走 走 我帮你弄 妈 咱呢就可以吃了 好吃 这刘弟刚摘的 能不好吃吗 妈 咱们再摘一点 给宋大将拿去好不好 你先把这碗拿去 我再给你爸摘点 很好 你哪学的这个啊 大姑娘的 可不能乱亲人啊 我知道 除了你就是她 她 她谁啊 她就是那个她喽 我走了 是不是那个什么枪啊 家伟东 你这只狗 小慧 小凤 你怎么说话呢 对不起啊 说错话了 应该说江营长 你这条狗 好 别解释了啊 你去哪儿 我们家地里新栽的蝉豆 拿到置信点 给宋大将他们尝尝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你给我送过什么好吃的 人家宋大将救过我的命啊 你干过什么 我是民兵营长 我也有觉悟 要是你再遇到生命危险的话 我一定会像 王继光 董存瑞 罗教胜 小方 小方 大牛 大牛 小方 你来了 收工了你们 收工了 你 你来干嘛 我找大江啊 大江他不在 都收工了还有什么事啊 不知道 可能出去了吧 他干什么去了 他没说 我没问他 小方 你拿这是 挺香的 我家自留地刚摘的蝉豆 我妈想让他蝉个鲜呢 行 你交给我 我一定转交给他 你们大伙也可以尝尝 就是吧 给大江多留几个行吗 小方 小方 小方